澳大利亚工党党首安东尼阿尔巴内赛23日宣示 就任该国第31任总理后于当天恢复日本东京 出席将于24日举行的每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有分析称 阿尔巴内赛政府将在印太战略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 在外交上引敏澳将更多资源投注在东南亚以及大洋洲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日报道 阿尔巴内赛当天上午向澳总督戴维·赫尔利宣示就职 一同宣示就职的还有新任命的副总理兼就业部长 理查德·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 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 以及兼任财政部长女性事务部长和总检察长的凯蒂·加拉格尔 EBC报道称 阿尔巴内赛及内阁部长宣示就职实际上是一项临时安排 根据澳选举法赛议会选举中获得众议院151个议席中 至少76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执政 其党首将担任总理 但如果或议席最多政党仍未达到76席的门槛 就需要获得小党或独立议员的支持才能执政 截至当地时间23日午夜澳议会选举计票工作仍在继续 在统计的72.6%的选票之后 工党已赢得73席仍有9席尚未公布 阿尔巴内赛在就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将依旧艰难 改变的是中国而不是澳大利亚 澳应该始终捍卫自身价值观 在我领导的政府中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他还说作为总理我要做的是把澳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把澳价值观放在首位 彭博社23日已赢得权利是政治中最容易的部分 提醒阿尔巴内赛未来执政将面临的实际困难 彭博社分析称在这些挑战中 气候政策意识通胀和处理对话关系是重大挑战 让人一使阿尔巴内赛需要立即解决与北京陷入困境的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3日赛制阿尔巴内赛的贺电中表示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上世纪70年代 澳大利亚工党做出同中国建交的正确抉择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 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新年先驱晨报报道称 相比几位前任 阿尔巴内赛宣布胜选和宣誓就职的时间间隔明显缩短了不少 阿尔巴内赛和黄英贤23日宣誓就职后 便匆匆启程前往东京 并将于24日参加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黄英贤在出发前发表声明称 阿尔巴内赛在就职第一周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表明这项伙伴关系对澳安全的重要性 黄英贤还称 澳将把东南亚和气候政策带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进行讨论 以表明在失去的十年后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承诺 阿尔巴内赛24日还将与美国总统拜登 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一对一会晤 新年先驱晨报报道称 澳新政府明显将外交重心清显示东南亚地区 在阿尔巴内赛带来的一览子计划中包括任命东南亚地区特使和在未来四年内为该地区提供4.7亿澳元的援助 澳国立大学亚太学院学者宋文迪认为澳工党执政对美中关系的大方向在可见的未来将维持既有战略 只是在战术层次重点上稍有调整 他表示今年中澳关系紧张的小气候 中美竞争的大结构乃是与澳库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影响澳一整个世代的实际政策利益都决定了无论谁执政 澳政府都将延续亲美方针 在印太战略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 工党的差异在于其内政层次的多元主义论述 将在外交上引领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在东南亚和大洋洲 包括向太平洋岛国倾助更多发展援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预算 感谢观看